歡迎收聽焦土課 Just Talk 我是Bubber代表裴佩佩 我是ABC代表Shannon 哈囉 那我們剛剛是講到小黃嘛 對 而且我還想到說 我之前在Uber那時候剛進來 非常流行的那陣子的時候 而且Uber啊就是車種比較多樣嘛 然後有時候你maybe叫精英的時候 你可以叫到非常好的車子 然後有時候是跑車 對 我叫過Audi 我朋友都說那個跑車是要來把妹的 對 然後我發現就是像跨年那晚 就Uber都是很爛的車 然後就好車他都去開趴了 真的 而且我有聽朋友說就是跟Uber司機聊天 就是搭乘之後會留下聯絡方式這樣 然後他們就會戲稱說Uber是月炮神器 真的嗎我會跟他們聊天 可是我從來不會跟他們聯絡方法 我也沒有耶 但有時候回到家就覺得說 哇那個人好好喔好可惜 再也不會看到他了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說Uber是最近比較新奇的一個東西 那他跟小黃相較之下就是比較新 那司機就是從事這方面的人也都是剛進來比較新的人 所以態度都還算比較好 就是跟小黃來講 因為小黃已經是他們做很久一段時間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Uber司機就是現在還是都態度都還比較好 而且他們的評分很嚴格 對Uber司機最討厭就是被人家的星星被扣掉一分 真的 我每次碰到就是他們就很傷心 有時候我上車然後看他表情看起來很sad 然後他就說我星星被上一分不知道哪一個 因為沒有那麼快更新 他不知道被誰今天被掃了一顆星 我都會給五顆星欸 如果我真的不喜歡他我就不安心 但我不會給他不好 因為我覺得說他可能剛好那天可能狗狗過去啊或怎麼樣 不要害他們 可以不要幫他可是不用害他 我懂 但是換個方式來講的話 我覺得啊Uber雖然就是現在因為剛新起可能大家都還比較好 但我覺得他們改版之後啊 那個地標一直跑掉讓我覺得很生氣 對那新的APP超不好的 氣死我了 它又長的沒有很好看 然後而且比較煩的地方就是你沒有地方可以就是反應 對啊 你都只能記mail 那我們就會有時候會懶 而且他mail就是分本別類非常清楚 可是有時候就是沒有這個選項你要怎麼去客訴這件事情 因為這是他們公司的系統的問題 其他的人都有可能被客人罵只有他不會 真的 那我覺得這部分呢 小黃司機就會比較好 因為他們比較在地化 就是做比較久 然後都比較 某部分真的是專業 因為他們都 你有時候跟他講一個地址 他馬上可以跟你聊說就在哪邊那邊旁邊 然後就還可以鑽巷子然後一下就到這樣 是非常厲害 然後有一些其實也是有好的啦 就是非常的熱情 我搭過好幾次的小黃司機會跟我聊天 然後就會問我讀哪一個學校 就之前的時候大學的時候 然後我講講 講說我是因為我本身是讀傳播相關的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講說現在媒體亂象怎麼樣 我就解釋給他們聽 就是說可能會有壟斷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他們都不收我錢欸 他們就說台灣就靠你了 就是其實也是有可愛的司機啦 我們都會就是用手機也可以叫那個計程車 如果你在家的時候他地址就一定會找得到你嘛 所以我們就通常從家裡出門 所以我們住三三我們就會叫車 然後那天叫了一台車 然後我姥姥他就到了樓下 88歲這樣到了樓下等了10分鐘沒有一台車來 我們又上來 然後後來又發生了一次就是他又沒有來 就常常這樣放我姥姥鴿子 我媽媽就很不開心 就打電話罵他們 也沒有真的罵 可是就是跟他們說已經發生很多次了 你到底怎麼了 然後他們就竟然跟我媽媽說 不好意思我們知道Uber的服務比我們好 我們會進步的請你不要去坐Uber我們一定會進步 其實他們也是很那個 對因為太競爭了 他們的壓力也很大 但台灣說Uber進來就太競爭了 美國有Uber有Lyft有Sidecar 還有好多不一樣的有五六八個到八個不一樣的Uber公司 還有計程車啊也OK啊 這就是競爭 競爭除非你是一個Monopoly 或是Communist Government 為什麼可以說不競爭 台灣的法律應該走Capitalist 那你不可能說因為Starbucks 所以卡馬咖啡不准開了 懂的意思 你不行這樣子啊 而且他們其實就是唯一 唯一就是不合法的地方就是因為有一個法律說不行 其他的都就是該做的都有做 真的這個就要看之後的局勢走向他們會怎麼處理 或是像在中國 中國其實是Communist 然後他們都還是讓Uber跟他們自己的本地合作 因為像計程車有他們的好處 那Uber也有他好處 那不是聯合在一起更好嗎 就是要看他們怎麼結合 我覺得不應該就是完全反對 就是可以慢慢慢慢討論 就要看他們怎麼討論 希望可以就是有兩全其美的方式 就是大家都歡樂大家親的方式 真的 沒錯 不過就是你們在國外的時候還是比較常開車 我覺得也是因為因為台灣還有機車 通常機車族群比較多 我覺得也是因為像你們那邊的車子租真的很便宜 對 可是Uber會做就是因為 因為你不行酒駕啊 平常你如果騎就算你騎車你也不行喝酒開 而且你坐計程車你要掏錢 有時候喝多掏不出來錢 真的 但美國對啊平常白天我們都開車 我說因為你們租車好便宜喔 所以很多人都有車 基本上人人一台吧 就是一個家裡面每個人都有一台這樣 因為很便宜啊 然後用比較多一點的錢 但是也不是貴喔 就可以租到很好的車 就可以到雙B啊之類的 可是在台灣你要有一台BMW或是Benz 那是要多少錢 對啊 對啊比較難啦 所以在你那邊開好車其實很簡單 對而且台灣就賣好車的價錢 就賣什麼車的價錢都比較貴啊 對因為進口就是如果是雙B那些進口 但你們那邊真的好好容易就可以做到好車 就是如果每個人只要每個月付一點點錢 然後就可以租到很棒的車 對啊他們就笑著說美國人都是就是有錢就會把他花掉 所以你明明可以省下很多錢 你租一個便宜一點的車 lease嘛 可是我每一個朋友等他們有第一個工作以後 他們就一定會貸款去 lease一個Mercedes啊 或是一個BMW 一定的 這是他們的夢想 可是其實很浪費 因為雖然是一個月只要付多少 可是你過了兩年以後 這個錢你都已經可以買一台車的錢 對其實是這樣 那你車子要還回去 可是對他們 我就有問過朋友 可是對他們來講 他們就會說 可是沒關係我車子還回去 那個車也舊了 就是他也不是新的車 就是年份也舊了 他就要更新出來的車子 就是一個很享受生活的一個地方 可是我覺得除非你可以就是有工資可以抵那個稅 那個稅超划不出來的 也是啦 可是就是要騷包還是要practical 我覺得你們那邊很看門面 應該是要騷包 因為你也可以買一台車 然後再過五年再賣啊 真的 每個人不太一樣 就那邊 好啦我們時間又到了 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 再來聽一下我們的最後一段啦